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学界就举行五集会或者论坛 港大的论坛探讨香港前途问题 正是保外就医的陈水扁到台北参加参会 监狱早前警告他不要违规 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爱乐文哲 六四事件27周年 支联会在维远举行六四热光晚会 大会说有12万5千人出席 是09年以来最少人数的一次 警方暂时未有数字 晚会在8点开始 今年主题是 哀调民运死难同胞 继承烈士民主位置 学联退出支联会 而各大专院校也决定今晚不出席维远的晚会 大会改由支联会常委和一批年轻人 取代学联代表燕点火具 将精心火相传 支联会说 虽然缺小学联和部分大专院校学生会参加 但支联会仍然会继续争取市民 要求平反六四 在无数的苦难之中 我们仍是同行的战友 即使剩下最后的人 我们仍会伸火相传 咬紧牙筋 面向风雨 追求恒久不变的公义 这是你们和我们得同活着的证明 而在晚会正式开始之前 一个年轻人冲到台上 抢走主持人的麦 声称要香港独立 立即被工作人员带下台 在晚会有份上台的年轻人说 尊重以不同方式表达对六四的看法 学联学生会他们选择上不上台是他们的选择 但我自己觉得今年我们可以上台 去表达另一群年轻人的心声 对于这个台可以逐步开放 给更多年轻人说他们的想法 我都觉得是好事 参与集会也好 座谈会也好 这个都是正正见证民主运动的精神生活相传 支联会在晚会结束前 今年有12万5千人出席 对人数表示满意 其实过了27年 今年还有12万5千人出席 我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香港人真的很值得为自己 骄傲 我们回顾27年 我们坚持了这么久 创造了这样的历史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是为人类的历史创造了一项记录 赫联退出支联会 学界分别在中大和港大举行相关活动 港大学生会在校园举行探讨香港前途的论坛 以外国情怀做基调的悼念方式已经画上句号 而一如世界各地 中国民主理应由在地的人民去争取 港人是无理要去承受这份强加的所谓必然责任 所以从今以后每年六四 我们遥制六四死难者之时 也同时要为被出卖的香港去默哀 虽然我一个人不能代表全港的年轻人去发言 但是我深信这一代人 只要是我们香港在家 必定会拼死守护我们的香港 他们之后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并开始学术论坛 主题是六四屠城血尾功 港人前途再何方 港大学生会说 希望集合不同时代的香港人 展开前途问题的传闻讨论 另外十一间大专院校 就在中大举行联校六四论坛 由晚上七点开始预计到十点半 先播放和六四事件有关架片段 接着就有两场论坛 题目是重监六四议议救赏香港前路 参加的包括中大、科大、雪人、浸大、成大、 珠海学院和演艺学院等大学和院校学生会 而在北京天安门母亲部分成员 获安排到晚安公务拜祭 至于北京记者李卓軒报导 在安藏部分六四死难者的北京晚安公务 今年和往年一样封闭 由公安、便衣人员和志愿者驻守 途人和车都不能在附近停留 部分死难者家属获安排 由公安车接载到公务拜祭 天安门母亲成员 部分人坐着轮椅到亲人母前献花 并读出祭文 悲痛之情吞噬着我们的心 时光抹不去心灵的伤痛 他们说事件虽然已经过去27年 但是依然历历在目 看着墓碑上亲人的遗照 有信心能够坚持等到真相大白 曼德拉坐牢也不过就坐牢了27年 27年的这个问题还比较想 应该左手解决了吧 首先应该跟我们对话吧 对于有香港学生和团体 选择不参加支联会的六四晚会 张仙玲说可以理解 他只是觉得这个形势不太好 他认为别的形势更好 那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也可以理解 张仙玲又说 最重要的是香港人对平反六四的坚持 可以持续下去 而在清晨四点多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民众入场之前 如常要经过安检 采访队也只需要将随新物品 经过X光机检查 升旗仪式期间 有民众高举红色围巾 武警上前劝他收回 也有外国记者在保安检查站被拒绝进入 无线电视主北京记者李卓谦报道 在台湾 蔡英文总统在社交网站 发表对六四的看法 说愿意真心诚意 和对岸分享台湾民主化经验 另外他又到宜兰试策海军和陆军基地 蔡英文到宜兰苏澳海军中正基地 登上陀江南试策 短暂出海巡逻大约25分钟 陀江南试第一手由台湾研制的巡逻舵 巨雷达引伸功能配备反舰导弹 蔡英文说 未来政府会持续推动本土造舰计划 他又视察陆军最新训练基地之一 金陆结营区 蔡英文继早前首次以三军统税身份 视察空军花莲街山基地之后 再视察海军和陆军以达到三军平衡 另外蔡英文趁六四事件二七周年 透过社交网站发表对六四事件的看法 他说台湾人走过民主化 被哪个都能够清楚体会天安门学生 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 今天台湾民主的美好 其实一路走来很艰辛 不同国家有不同民主化的路径 不过民主不会由天上跌下来 以及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 是透过人民的努力来争取 这两点是所有民主国家共同的结论 相信大陆都不例外 他说身为总统 愿意真心诚意和对岸 分享台湾民主化的经验 《无线电视》记者 枫药明报道 另外正是保爱就医的陈水扁前总统 晚上出着一个筹款参会 他抵达会场之后进入休息室 和支持者见面 逗留大约两个小时之后离开 去年一月获准保爱就医的陈水扁 坐着轮椅 在个仔陈志忠和看护的陪同下 下午去到高雄左营车站 搭高铁去台北 你好 今天要去参加宴会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今天没有办法受访 不好意思 陈志忠日前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 医疗团队认为被陈水扁出席 凯特格兰基金会感恩餐会 对他病情有帮助 又说陈水扁到场之后 会遵守法务部的三不原则 即是不上台、不支持、不接受采访 陈水扁在下午四点多抵达 位于台北民生东路的老家 大批支持者在场等候 8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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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陈水扁下车之后 不但没有接受采访 也没有收到支持者送的花 你还要去 台中监狱已经说 不同意陈水扁出席餐会的申请 但认为他可以在不公开的场所 和传媒不在场的前提下 私下和朋友聚咎 当局上午再致电层水扁的家人 呼吁他千万不要超越底线 警告如果违规 最严重可能被撤销他保外就医的资格 无线电视机在一层拍戏报道 休息回来会说一下 很开心啊 很开心啊 小一同一派位公布结果 近七成学生获派头三个志愿 瑞士明天公投 决定政府是迷向国民 每月提供大约2万港币的基本收入 天气变化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本地及各大城市天气 詳盡报导及分析 做好生活准备,无据音情幻变 互动新闻台 为你每晚带来世界天气预报 他不想再爆尾,所以决定请枪 我已经持续他们一天 我看不到什么都不合理 是不合理的 谢谢 非常谢谢 东方飆行55周年情片 TOPGEAR 星期一晚9点7,明珠台 辩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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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 之前晚上来明明是酒吧 原来早上会有第二个身份 就是咖啡店 打叠新意,疯狂继装 这些是茶几粒的 豆奶有芭策 这个就是腰心金路,有酒吧 有 龜色红人,星期二晚9点7 J2 你知不知道從60歲起 你注重醒目、鬍腦、心臟健康 及活動治愈 為你介紹康盈樂轉石莊 關注醒目、鬍腦 心臟健康及活動治愈 為不同年齡度身調配營養 康盈樂 同一間酒店 同樣的體驗 但是,兩個不同的價錢 為何要比價更貴 Trivalgo比較全球 超過150個網站 幫你用至底價錢 找到適合你心髓的酒店 酒店?Trivalgo 打風喉,難道… 老闆想見到員工這樣上班 老闆和員工應該事先制定 打風和暴雨時的工作安排 包括上班、分批下班 和復工的規定 對一些有實際困難 而未能準時復工的員工 故主要體諒和彈性處理 風雨安排早溝通 上班、下班更輕鬆 吸收是成長的開始 1、2、3,開始 寶寶好像海綿一樣 不斷吸收外界事物 肚子不斷吸收營養 牛蘭排獨有專門的配方 結合益生菌 和專利9比1益生元組合 肚子營養好 寶寶更容易吸收新事物 吸收美好大世界 新品牌 牛蘭排 中逆一戰殺到埋伸 如果我們不站在一起 我們會拚命 分一分 九大海盜 槍口一致對外 他們必要爭取 走開 你快要是吧 聽完九天門,周末大電影 加勒比海盜 魔導王終極之戰,明珠台 調查分秒必詞 警方還沒找到誰想去安卓琳娜 這傢伙,五年內 攝影了四次車保 交界車也買回來 不夠半年的熱修車 喂,快點 危險?步步逼感? 任何恐懼,容易無知 就當作我們之間的考驗 純屬意外 星期一節五萬八天門 飛雪台 緊貼最新戶廣通學情 根本醫藥集團 酷水落特藥,互講快信 星期一至五 上午十點及下午三點四 互動新聞台 回來新聞時間 兆一統一入學派位 今天公布結果 有近六成九人獲派投心自願 名校林立駕九龍城區校網 家長帶子女到統一派位中心 拿成績表 有家長說為了兒子 專程搬屋到九龍城區 亦都有家長每個月花一萬元 給女兒參加興趣班 最終獲派第一志願學校 家長認為投資值得 都屬於特地搬來的 一年前就甚麼 彈琴、跳舞、獨方麥克風 和那些攝影師 那些畫畫那些都有 其實他都不懂得生不辛苦 那些感覺都是我們大人覺得辛苦 又同樣為了兒子女 而移居香港的內地家長 就派不到心儀學校 從兩歲開始就各種各樣的培訓班 然後家長也是全程培讀 也沒有上班 好像打招了一樣 至於跨境學童專用校網 今年葵青區的學額增加 但是熱門選擇的屯門、元朗和北區 學額減少 準備了剩十份的闊門資料 我真的很開心 我住在羅湖 羅湖 現在派了來 是上水很近嗎 我現在親自很難受 拍到騰面圈 你覺得想 對不起 因為是不是太遠了 太遠了 全港二萬九千幾個 參加小一同一派位學生 近六成九人獲派頭三致願 已經獲派位結果的學生家獎 要下星期二或三 去獲派的學校做註冊手續 否則就會被視為放棄學位 無線電視機就是在南海營部 粉嶺馬士捕穿收地糾紛 行基地產家保安員 繼續同拒住離開的人對事 部分馬士捕穿居民和聲援人士 堅持留在收地範圍的木搭建物裏 多個行基的保安員 守在維蜂範圍內外 行基早前說 由於木搭建物上面有示威者 為了他們的人身安全 暫時不會移除 但就強調仍然有人逗留 在禁制令的範圍裏 已經是藐視法庭 前租附近女歐希文說 留下的人已經有被捕的心理準備 為何行基會一直步步進逼 很心急地去收地 就是因為政府要推行東北發展 而我們很希望政府不要再躲起來 因為他是那個恥在用者 游執業大律師則說 若有人違反臨時禁制令 行基可以向法庭申請游執特利跟進 但要先確保在場人士 已經知識禁制令的內容 及違反的後果 申請者即原告可以向法庭 再進一步申請 去進行一個拘捕 或者扣押相關的人士 警方何時會嫁入呢 就是當會有刑事的成份出現了 但如果現在這個階段 未去到刑事成份 行基早前駁法庭頒布臨時禁制令 禁止相關人士非法佔用 或者阻塞工人進出 寸來一幅5500平方尺的土地 之後派人收地遇到阻撓 最後在收地範圍為封起櫃板 無線電視記者宋志豪報道 兩個越南籍女人被控協助及教唆 非法入境者留在香港 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43歲首被告是香港居民 46歲次被告是酷刑申請的申請者 無控罪指兩個被告涉嫌 這個月1日在北角英王道英王中心的御所 收留兩個越南籍非法入境者 被控協助及教唆非法入境者 未經入境署長授權而留在香港 案件的後到7月18日 讓警方作進一步調查 美國國防部長卡特 在新加坡出席亞洲安全峰會 即香格里拉對話時說 關注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地 說同時希望與中國加強軍事交流 計劃今年訪華期間商討中美合作 亞洲安全峰會一連三天在新加坡舉行 卡特連續第二年出席會議 演說時再提到南海議題 他強調美國會確保區內的航行和空域自由 並再次提出場成論 重申若北京不理區內各國反對 繼續在南海填海造地 將會孤立自己 雖然中美就南海問題爭拗不斷 但卡特說 期望未來與中國加強軍事合作 在場有中國學者提出 認為南海議題被過分算驗 質疑美國為何只是集中批評中國 卡特回應時否認針對中國 說美國支持以國際法和平解決領土爭端 說只是原則問題 至於與會的中方代表 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孫建國 預計在星期日發表演說 展述中方的主張 另外 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 穆海恩在社交網站上載照片 和另一個參議員科頓 搭飛機飛越南海 前往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對話 又在張相道加上自由航行等字眼的標籤 穆海恩和科頓過往曾多次批評 奧巴馬政府對中國在南海活動態度軟弱 外界認為 這樣做除了向中方擺姿態 同時對奧巴馬政府表達不滿 無線電視記者 楓一鳴報道 瑞士明天舉行全國公投 決定政府是否每個月 無條件向所有國民提供基本收入 在全球第一個國家就相關議題公投 不用上班 每個月準時出糧 可能是不少打工仔的夢想 夢境有可能成真 在瑞士 星期日舉行的公投 會決定政府是否無條件 向所有成年居民 提供2500瑞士法郎 設合大約2萬港元的基本入息 無論你有沒有工作都會有 小朋友也受惠 18歲以下的人 可以獲得625瑞士法郎 設合大約5000港元 支持的人認為 基本入息可以為民眾提供收入保障 將入息和工作分開 那就不用為生活擔心 民眾可以選擇自己喜歡做的事和工作 不過要成事的話 就要動用大筆資金 預料啟動項目 需要250億瑞士法郎 財政來源是一大問題 反對的人認為 可能要大幅加稅 更加會損害經濟 和削弱瑞士的競爭力 又會變相鼓勵人不積極賺東西做 違反社會價值 認為目前已經有良好的社會保障 支援有需要人士 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有超過七成受訪瑞士人反對 只有兩成半人贊成 預料動議會大比數遭到否決 瑞士不少重大政策 很多時都是由公投決定 日前在瑞士通車 全球最長最深 穿越阿爾卑斯山的鐵路隧道 就是90年代公投之後的成果 無線電視機者姚佳恩報道 英國一批瓦茲海脈症病人 致願參與藥物測試 希望找到有效治療藥物 據統計 大約5至7成的腦退化個案 都是阿茲海脈症導致 患者的記憶、語言等認知能力衰退 影響日常生活 現時未有證實有效的治療藥物 病人服用的藥者 能夠控制或暫緩病情惡化 70歲患者特林德 10年前開始出現失憶等病症 由於她的爸爸和爺爺都有阿茲海脈症 她擔心自己的下一代都可能遺傳這個病 她現在自願參與試藥 餵的不只是自己 還有她的下一代 亞茲海脈症和不少腦退化病例 都是大腦的澱粉釀蛋白積聚 令大腦萎縮導致 現時有多種藥物 證實能夠清除澱粉釀蛋白 但是否能夠治療阿茲海脈症 仍然是未知 施藥計劃就是要找出答案 試藥計劃 還要進行多一年至一年半才有結果 若果能夠找出最有效的藥物 他們將會是第一批用藥的病人 不過由於參與試藥的患者仍然不多 若果多些病人參與 更多的研究數據 將會有助更快地尋找治療藥物 無線電視記者沉敏婷報導 美洲國家盃開羅 東道主美國在揭幕佔 不敵哥倫比亞 今屆美洲國家盃是為了紀念賽事 踏入100周年而舉辦 更加破天荒 而施南美洲以外的地方進行 白衣服的美國雖然有主場之力 但開球8分鐘就失手 沙帕達接應各球射入 為哥倫比亞先開紀錄 美國期後找回比賽節奏 但丹普西射不中籠 完半場前三分鐘 還要篩一個十二馬 耶甸禁區內犯手球 哥倫比亞射手 詹士諾迪古斯操刀 協助球隊半場領先2比0 美國換邊之後加強攻勢 但無論丹普西施展投槌 或是禁區外主射罰購 都未能為美國破彈 結果哥倫比亞贏2比0 在A組期開得勝 無線電視記者林沛民報道 看今期六合掌結果 是8號16、21、32、38、48 特別號碼是11號 頭掌沒人中 二掌一注中 派161萬多 看天氣預測大至多雲 有幾陣骤雨 明天骤雨較為頻密 和有狂風雷暴 氣溫介乎25至29度 吹和換西至西南風 只望隨後幾天天氣仍然不穩定 有罩雨和雷暴 稍後回來有另一節新聞 互動新聞台 搜羅全球財經資訊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開市第一擊》 《開市第一擊》 每逢港股交令日 第一時間捕捉開市情況 大市走勢和焦點股份表現 焦點股份方面 先和大家看看內銀股 在交易所現場 全面甘生事況 港股今早反彈的 一開始就重上2萬點的水平 下次看看最新的市況性 《勝利證券45周圓》 第約開始第一擊 互動新聞台 星期一至五 逢交易日上午9時半 你好,這麼多衣服 不撿了 很臭 發霉了 看不到 逃避不是辦法 家裡這麼多問題 全部有得教 一些簡單物品 加些生活小字衛 解決家居問題 華錦儀 讓我們教你 超過100個很小很用的小秘拳 歸馬電池勞特約 甚麼都搞定了 星期一晚10時半,飛翠台 廣州市北部的花刀 不只有廣州白雲機場 未來還有失業基建發展 有潛力發展成交通和經濟的樞紐 這些發展概念 對區內的樓價又起了甚麼作用 中原地產特約 樓市外望 星期一晚7時半 GEM5 吸收是成長的開始 1、2、3,開始 寶寶好像海綿一樣 不斷吸收外界事物 肚子不斷吸收營養 牛蘭牌獨有專門網站配方 結合益生菌 和專利9比1益生源組合 肚子營養好 寶寶更容易吸收新自物 吸收美好大世界 牛蘭牌 十效冰痰力 有之污舊迅速擊退 萬修雷敦冰爽活探見面雨 突破冰爽潔淨 控油不崩緊 Sharp 冰爽活探見面雨 男人為男人 面蜜彈力泡沫 徹底正化無恐 萬修雷敦見面泡沫 分店遍佈 新界九龍香港島 懂得吃,一定吃正和 吃得健康,我當然潮福 中牧國際一級菜 頂級騎士實力較量 賽賣直擊,法國打比大賽 星期日晚10點 靠近,J2 呼吸喻地 整天又用見面 平時 在他們的路段 分出 很高潮 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会改由支联会常委和一批年轻人 取代学联代表燕点火具 象征生活相传 支联会说虽然缺小学联 和部分大专院校学生会参加 但支联会仍然会继续争取市民 要求平反六四 支联会在晚会结束之前说 对出席人数表示满意 其实过了27年 今年还有12万5千人出席 我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香港人真的很值得为自己 我们回顾27年 我们坚持了这么久 创造了这样的历史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香港人是为人类的历史创造了一项记录 六四晚会开始之前 有支持港独的人士突然冲上台长咪 在维园晚会开始之前 一个声称支持港独的年轻人冲到台上 抢走主持人的咪 高呼要求香港独立 被支联会多个狗刹带下台 他之后和大约10个人留在维园挥动 写着香港不是中国的旗次和标语 又和警员推送 其中一个人被带上警车 在晚会有份上台的年轻人说 尊重以不同方式表达对六四的看法 学联学生会他们选择上不上台是他们的选择 但我自己觉得 今年我们有得上台 去表达另一群年轻人的心声 对于这个台可以逐步开放 给更多年轻人说他们的想法 我都觉得是好事 参与集会也好 这都是正正见证着这个民主运动的精神 受这份强加的所谓必然责任 所以从今以后每年六四 我们遥制六四死难者之时 也同时要为被出卖的香港去默哀 虽然我一个人不能代表全港的年轻人去发言 但我心想这一代人 只要是我们香港在家 必定会拼死守护我们的香港 他们之后为六四死难者默哀一分钟 并且开始学术论坛 主题是六四屠城血未干 港人前途再何方 港大学生会说 希望集合不同时代的香港人 展开前途问题的传闻讨论 另外十一间大专院校 就在中大举行联校六四论坛 先播放和六四事件有关的片段 接着就有两场论坛 题目是《重监六四论》 《教上香港前路》 参加的包括中大、科大、庶人、浸大、成大 珠海学院和演艺学院等 大学和院校学生会 也在北京 天安门母亲部分成员 获安排到万安公务拜祭 由北京记者李卓謙报道 是安葬部分六四死难者的北京万安公务 今年和往年一样封闭 由公安、便衣人员和志愿者驻守 途人和车都不能在附近停留 部分死难者家属获安排 由公安车接载到公务拜祭 天安门母亲成员 部分人坐着轮椅到亲人墓前献花 并读出祭文 悲痛之情吞噬着我们的心 时光抹不去心灵的伤痛 他们说事件虽然已经过去27年 但是依然历历在目 看着墓碑上亲人的遗照 有信心能够坚持等到真相大白 对于有香港学生和团体 选择不参加支联会的六四晚会 张先玲说可以理解 张先玲又说最重要的是 香港人对平反六四的坚持 可以持续下去 而在清晨4点多 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民众入场之前 如常要经过安检 采访队也只需要将随身物品 经过X光机检查 升旗仪式期间 有民众高举红色围巾 武警上前劝他收回 也有外国记者在保安检查站 被拒绝进入 无线电视柱北京记者李卓谦报道 转体下 先后有四个香港人 在深圳注射欲毒港菌后 出现中毒病症 有本地医生组织估计 可能和药物质素欠介 和注射剂量过 都是有关 提醒市民接受注射之前 先咨询注册医生 在来湖商业城 下午继续有人在场 招揽客人 打肉毒赶紧针 香港西医工会说 近日接连有港人在内地 被注射欲毒港菌之后怀疑中毒 可能出自药物质量欠介 或者注射人员缺乏专业资格 和训练等 有从事医学美容服务的医生说 有个案的病人 只是注射额头和眼角 就怀疑中毒 可能注射的剂量过多 目前本港一共有五种 有五种肉毒赶菌素 向卫生署注册 分别来自欧洲、英国、南韩和中国 西医工会说 本港一支肉毒赶菌的成本价 大概需要二千元 而内地注射欲毒赶菌疗程 可能只需要几百元 西医工会提醒市民 在接受欲毒赶菌注射的时候 应该向注册医生了解清楚 并且确认注射疗程是由注册医生执行 无线电视记者黄俊燕报道 目前四个注射欲毒赶菌之后 怀疑中毒的病人 两个人已经出院 其余两个人仍然留院 情况稳定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陈兆史说 已经联络内地当局了解 亦会加强公众教育 卫生署和内地相关机构 一直有紧密联络 亦有通报的机制 亦呼吁市民在做美容的程序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陈兆史说 如果入测性高风险的美容程序 不是由注册医护人员处理 或者会救成无牌行医 他又提醒消费者 如果做完手术觉得不舒服 一定要求医 有时一会 回来报导 华范昭芬说 要改善本港创新科技的配套 否则发展会受到局限 美国拳皇阿里病逝 中年74岁 令距离团队第三度出发 继续闯荡 你未必会留意的地方 不少人眼中的非洲 就是一个野生动物园 体验当地民生、本地文化 继续伏继继续 也不懂 世王休足时间呈现 世界零距离三 星期一至日,互动新闻台 他是印度裔 在香港长大,现在是社工 他是巴基斯坦裔 亦在香港长大 是一位中文老师 他们想融入社会 现实遭遇 令他们有什么体会 星期五档案 星期五万七点,翡翠台 想要自合你的贷款方案 而不是一堆资料? 大新快应前 特設1on1姿态程式 几条简单问题 分行贷款专员 为你设计出 合适抵用的贷款方案 大新1on1姿态程式 专业贴心全为你 我要健康,我要消脂 FANCO Dynamic Fat Burner 时刻发挥多重消脂力 FANCO Dynamic Fat Burner 我要健康,我要消脂 混音机 专业旅运 这个感觉感觉 需要多重商 商量有的 我能不便宜 这个影响 专业旅行专门 会金刚 viral 謝謝了,因為我已經下載了 MyTV Super 你可以隨時隨地用手機或平板電腦 報劇、看電影、看卡通、看粵語片 簡直甚麼都可以看 現在在App Store下載MyTV Super 一經簡單登記 就有一個月免費體驗 全城下載MyTV Super 這個應用是好東西 如果你已經在今年一月 為你的子女辦好小一選校手續 你就要在6月4日或5日 回去指定的統一派位中心 出示小一入學申請表 或選擇學校表格的家長副本做證明 領取小一註冊證 請記住 你還要在6月7日或8日 去獲派學位的學校 為子女辦理入學註冊手續 打工換宿 文化交流 閒世界 你有沒有這麼理想 有 回來現實世界 還有很多服務給你踩 沙發客玩世界 星期二晚8時半 J2 好呀 你們看過沒有? 還猛 你們總是覺得我們很可愛、很搞笑 但有沒有試過去了解? 為何我們的樣子會是這樣? 為何你們會被我們的盲養吸引? 這次就給你們一個機會 我陪你們 星期二晚8時 盲爆小動物 明珠台 如此 你會称 我們不是信蝶 创新及科技发展 在人才培训、法例等配套仍然需要改善 否则发展会有所局限 又建议由政府撥款 吸引海外大型科研企业进驻 创新及科技局成立之后 政府投放几十亿 鼓励初创企业发展 和大学进行应用科学研究等等 新兼科技园公司主席的 创新及科技局成立之后 创新及科技局成立之后 还有很多的配套需要改善 包括人才培训 我们发觉很多成绩优秀的同学 都未必今天是愿意去入工程系 很多是读医科、去做律师 因为这些回报就比较高一点 即时的回报比较高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要讲创新科技 其实工程是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学习的要求、学力的要求 所以如果我们人才是不足 其实我们在创新科技的发展 就会有局限 他说发展配套需要整个政府推动 但是目前的情况并不理想 譬如是中小学的课程需要提升 比有潜质的学生有空间发挥 交通、金融相关法例需要修改 配入新科技的发展等等 罗范超分又说 目前本地大学研究院有不少内地生 但是香港就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留住他们 政府应该探讨能不能用公帑 吸引海外大型的科研公司进驻 现在香港政府就没有做这件事 但如果你看美国、看新加坡、看内地 全部都是这样做的 所谓是一些胆 我们叫做Anker Company 抛撼的公司是助一个胆 然后旁边才有一些配套的公司 提供上游与下游的一些工序去联系起来 他说大型的科研公司进驻 亦都可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 新加坡就是成功的例子 无线烈士记者 无竟在这里 迪士尼洛园下游发生塔树 两个内地游客受伤 警方说下游三点半左右有接报 下游美国小镇大加的广场饭店外 有一棵大约十米高的树倒塌 两个内地旅游客被窄上头部 分别送往马加列医院和北大鱼山医院治理 两人送院时清醒 其中一人经治理之后出院 另一人情况稳定 警方初步将案件列作塔树处理 录完正是调查事件 六四事件27周年 台北举行悼念晚会 有份出席的前89学运领袖 吴尔开希认为 有香港学生不再纪念六四 借此表达对北京的不满 是过于情绪化 吴尔开希说香港学生在雨山运动受挫折 但希望学生了解六四事件对香港的重要意义 台北的纪念六四晚会在自由广场前举行 大约有200人参加 加拿大就外长王毅严厉批评一个提问中国人权状况的家国记者 正式向中方表达不满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证实 加拿大外交部及全球事务部就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三 在厄泰华和加国外长迪雍召开联合记者会期间 责买一个提问中国人权问题的加拿大女记者 已经向中国外交部和中国住家大使表达不满 杜鲁多说 新闻自由非常重要 明白记者的职责是问尖锐的问题 他会鼓励记者继续这样做 他又指出每次有机会见到中方官员 包括这次同到访的王毅会面的时候 都有向中方提出人权问题 特别关注加拿大公民凯文高 因为涉及间谍罪被中国扣留的情况 这个女记者在当日记者会 原先是问迪雍中家关系和中国人权问题 迪雍回答之后 王毅也都主动回应 批评提问是对中国充满偏见 傲慢完全不可以接受 又质问女记者是否了解中国 有没有去过 你知道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面貌 把六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 你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 人均八千美元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 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地保护人权的话 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 我要告诉你 最了解中国的人权的状况 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 你没有发言权 迪雍因为女记者被王毅严厉批评期间 无再发言回应 受到反对党批评 他解释说相信被骂的女记者非常专业 无需她发言解围 保鲜电视记者大浩恩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 在新加坡出镇压增安全峰会 即是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重申 如果中国继续在南海扩张 会孤立自己 中方代表说卡特的说法和实际不符 亚洲安全峰会第二天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发表演说 讲到南海议题的时候 再次提出长城论 重申如果中国不理区内各国的反对 继续在南海扩张势力 将会孤立自己 美国的盟友日本防卫上中国人在峰会演说的时候 强烈批评中国在南海军事化的活动是对秩序的挑战 强调单方面改变现状和制造既定事实 显然是脱离了基于国际法原则的海洋秩序 美日防长在双边会谈中 亦借机呼吁中国要接受国际仲裁法庭 对南海仲裁案即将公布的裁决 出席峰会的中方代表关友非回应说 南海仲裁案超出国际仲裁法庭的管轻权限 因为仲裁庭并不适合解决主权争议 所以中国不承认、不参与和不接受裁决 他有反驳卡特的长城论 这个概念我们认为它是个动撞 并不符合事实 其目的是想孤立中国 述令中方代表团的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 星期日将会发表演说 展述中方对加强亚太安全合作等的主张 无线电视机就在沉迫戏报道 法国多个地方水灾持重 而巴黎塞纳河的水位由三十多年来的高位轻微回落 塞纳河的水位星期六凌晨达到6.1米的近35年高位 到早上轻微回落至到6.04米 巴黎市长伊达尔国说 塞纳河的水位已经稳定下来 不预期再上升 不过当局说仍然要10日的时间 水位才会回落至正常水平 红衣的中国面对澳洲的强攻 有点难以招架 有 连输23比25和22比25 中学期后变阵出击 在第三局收到不错的效果 这一分难忘成功 有 以25比20追近局数 双方在第四局展开拉脚战 中国更加一度借着强攻除得领先 但关键分未有好好把握 最后一分过不了澳洲的难忘 打到刁时输24比26 已局输1比3输给澳洲 无线电视记者林判文报道 法国网球公开赛 倩智斯和派斯拿了运箱冠军 兼完成大满冠 这对运箱组合 去年已经赢得澳网 温布顿和美网錦标 只是测法网就完成大满冠目标 今场对美尔沙和道迪 双方各赢一盘6比4 决胜的第三盘 倩智斯和派斯赢10比8 反胜盘数2比1 拿了冠军 美国拳王亚里因病逝世 中年74岁 他曾经三夺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 被形容为最伟大权手之一 但反战言论和改讯伊斯兰教 也同样引起争议 拳王亚里传奇的一生 由1960年开始 当时他以18岁之灵 代表美国出战罗马奥运 一夜间由业余拳手 成为奥运金牌得主 1964年 亚里第一次参加世界重量级拳王争霸战 就成功击败对手 成为新一代拳王 亚里拳击生涯中遇过的最强劲对手 包括科曼和库利沙 其中70年代三战库利沙 更加是当时家传目晓的赛事 牙策拳王的称号 亦都成为他的标志 1971年亚里在世纪之战中 败于库利沙 但四年之后再将他击倒 并且曾经先后三次登上世界重量级拳王宝座 直到1981年退休 亚里除了称霸拳坛 他曾经改讯伊斯兰教和反战言论 也同样引起争议 60年代他宣布信奉伊斯兰教 并且将自己的名字由卡收斯克来 改为穆罕默德亚里 到越战爆发 他又曾经公开发表反战宣言 并且拒绝服兵役 被当局一度始夺拳王名咸 1984年 亚里经诊断幻想柏金顺症 医生相信和他在拳击生涯中 受到多次重击有关 他近年身体状况变差 多次入院 星期四因为柏金顺症 引起的呼吸道病发症 入住阿里桑那州凤凰城的医院 留意两日之后离世 家人都陪伴在责 一代拳王将会安葬在家乡肯塔基州 无线电视机者大号因报导 看今期六合彩结果 是8、16、21、32、38、48 特别号码11号 头掌无人中 二掌一注中 怕161万多 听起来天气方面 月车是大致多云 有几阵骤雨 明天骤雨较为频密 还有几阵狂风雷暴 气温介乎25至29度 翠黄换西至西南风 只望随后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有骤雨和雷暴 现在27度 相对湿度84%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一般与路边监测站都属于低 又回到另一节新闻 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一般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一般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德国对空牙离 今晚11点11日 肥脆台现场直播 今时今日入戏园 谁知道看电影这么简单 看电影吃饭开派对 经济转叉 软商都说没有有法 假扮鬼扮马 演绎各种人物角色 凭声音可以如何行走天下 实得金融集团特约 财金到行 星期二晚7点半,J5 直接主办单位筹备进展 中均美药 星期日晚8点,明珠台 颜色分隔两大要点 靠拼贴 每个位置用不同的颜色去设计 厨房门、肉身门 我用了拼贴的方法 要平衡 饭厅已经用了这么多颜色 所以客厅那边相对 就用一些简约的设计 雅兰床那边约,罗罗罗罗 星期日晚8点,J2 我要健康,我要烧脂 FANCO Dynamic Fat Burner 时刻发挥多重烧脂力 FANCO Dynamic Fat Burner 我要健康,我要烧脂 去将来要做律师 是,是运动员的 坐了一站不厚,怎样温习 妈妈,这是我需要 FreeMax如同人体工学系列 能配合小朋友身高、手长 调置最理想高度和角度 有效附助脊椎健康成长 FreeMax,保护你脊椎的人体工学工作站 基于或过,只是信息之间 想得大,回报才会更大 看时势,不如做就时势 及时与物业安揭 上网申请简易快捷 有楼在手,扭转未来 及时雨,支持你每一步 这就是为何我住在房子上 招呼你想像的家 有没有想过搬进去转 这是一个美丽的新业工厅 这就是一个美丽的生活 就像在旅程上 这是我爸爸 星期三晚八点 水上船家,明珠台 去年网络罪案 导致本港损失大增五成 网络安全公司 又有什么新服务推出市场 苏黎中标特约,财经透视 星期日晚6点及11点11,飞吹台 拓展老志豪加入新思维 六年前回来接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去做一个安卖座 中施年轻班底,放胆发肺 其实现在的团队都倾向年轻化 年轻一代,你敢说,我敢听 家短有限公司特约与CEO进餐 今晚11点半,J5 主播大陆,细数香港地标背后 悠久历史源头 年石板街已经被列为一级历史建树 看到每一级其实都不是很高 方便以前的巧夫和行人上落 探古寻缘,星期三